大批民眾走進神社甚至排成操場人籠 15號是日本中戰紀念日77周年 靖國神社從一大早就人潮不斷 其中也可以看到好幾名政治人物的身影 不過日本金船大臣錫村康仁 在13號就已經前往參拜靖國神社 而他也成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自從去年10月上任以來 首位參拜靖國神社的閣員 中戰紀念日當天 也可以看到其他閣員的身影 包括日本經濟安保大臣高氏早苗 以及日本復興大臣秋葉賢也等人也前往參拜 至於日本得仁天皇 則是參加了全國戰墨者追悼會 而首相岸田則是遵照前任首相慣例 完全沒有提到二戰侵略亞洲的責任 或是任何道歉的言論 岸田僅表示會與國際社會合作 共同解決事件面臨的各種難題 而且岸田雖然沒有前往靖國神社參拜 但依照慣例以私人費用 向靖國神社供奉了祭祀費 而這也讓南韓相當不滿 表示日本在投降日之際參拜 並供奉祭品一舉深感遺憾 希望日本正視歷史虛心反省過錯 用實際行動展現反省的生意 曲折亮人綜合報導